距今约2500年以前,尼泊尔与印度的国境附近有释迦族的国家,其国都市加皮罗魏城,这是身为释迦族的王子。 居于加皮罗魏城,却契承出家,修行,孤道成佛,说法,拯救众生的世尊的故事。 世尊带着许多弟子回到故乡加皮罗魏城来了。 这一年,世尊年方36岁,据说是他离开故乡七年后的事。 加皮罗魏城的宫殿为了迎接世尊的归乡而废得。 连宫殿外,也有许多人等不及走到街上翘首盼望。 世尊的事啊,没有我不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 他那原是本国的王子,在国王晋贩王的城里头,和美丽的太子妃耶稣陀罗, 他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 但是在七年前,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 总之,这事情是非常的复杂呀。 你等死我了,小心点,幽玻璃啊你。 可恶,幽玻璃,小心点。 对不起,对不起。 被骂的是理法师幽玻璃。 虽然年纪还很小,因为手艺巧,在宫殿和城里有许多的顾客。 请问,后来他怎么样了? 就在七年前呢,他忽然放弃王子的身份,他出交了,走到南方遥远的国家, 然后在深山林子里不断苦行了六年,最后他终于那个了,他得道了,你知道吧? 得道,是什么? 那是很了不起的宝物。 有了那个宝物,世上的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 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 人们想分享那个宝物,正着要成为世尊的弟子。 现在他的徒弟据说超过一千人。 请问那个宝物是什么形状的东西,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 你说你什么都知道的? 是啊。 那就请你告诉我,能分给一千人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形状的,赶快告诉我吗? 就算是我,偶尔也有不知道的事,别害我丢脸好不好? 小鬼 不准害主人丢脸 对不起 知道了 我最宝贝的胡子 你看看 你做什么把我胡子都给弄断了 对不起 请原谅我 不可原谅 罚到一百棍子现在就开始给我打 我知道了 变得这么丑了 别怨我 我会慢慢的打 这样比较不会痛的 你放心好了 不行 请你尽快的打完 快 可是那样会痛的 快点 快点 能不能马上消除 白脑痛苦的宝物 我也想分一点 如果不能分到 至少我要看一眼 奇怪了 根本就没有宝物 世尊手上拿的 只是一个脏波 可是 多么慈祥的脸 多么尊贵的身影 如果能在他身边待三天 我就是死也甘心 你 在宫殿的南门前面 父亲竟在往自己 骑在白巷上的金鱼等待 衣着华贵的家臣和女官们 一字排开 等待世尊一行人的到来 太子呀 我等得快不耐烦了 你瘦了 七年来 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多年来让你担心了 实在是过意不去 算了 先进去里面休息吧 还有你的弟子也进来 过来吧 有玻璃 今天你不必来礼法了 求求你 请让我进去 我想听世尊说话吧 好不好 什么 你少说梦话了 赶快滚回家吧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看看自己的身份 有玻璃听到这句话 一句话都无法明白 立法师的身份 在当时属于守陀罗 也就是奴隶 当时的印度 大略分成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佛罗门 也就是奉神的祭司者 第二个是沙地链 也就是国王与其家属 接着是飞蛇 也就是从事生产的人 最后是守陀罗 是服侍上面三个阶级的奴隶阶级 在下面还有被称为非人 不被认为是人的族群 人们已出生被决定属于哪个阶级 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 当然了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自然没有资格听世尊的话 可是可是我想听嘛 什么东西啊 好赞 看到了 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宫殿 你现在就已经击沉我 成为伟大的转轮王了 不怕 告诉我 你对宫殿生活哪里不满了 我对宫殿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 哦 所以我才害怕 认为理所当然的年轻跟健康 不 甚至是生命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不怕老 不怕病 不怕死的真正的平稳 为了追求真正的平稳 所以我才离家 开始的时候 我逐一拜访 德高望重的仙人 请求教导 却没有遇到能满足我心的名师 于是我自己躲入林中 尝试各种苦行 经过了六年 只见身心日益衰弱 不见任何成果 于是我放弃了无意的苦行 离开了林子 走到尼连禅河岸沐浴 得到牧女一碗乳迷的供养 恢复体力 然后我下定决心 在一棵大菩提树下 进入冥想 最后我终于悟到了真正的道物 道 终于找到那个宝物了 我悟到了 人类的一切痛苦都起源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原来不是宝物啊 我更深入悟道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 等一等 心灵的平和 这可能是比宝物更珍贵的话了 对 我一定要听得更清楚才行 那边好像有人 哇哇哇 哎呀 什么啊 原来是狗 走开不开来这个地方啊 快走快走 再见 那孩子什么时候进宫的 且说这边的宫殿大厅 世尊正想将自己的弟子 介绍给城内的人 可是父亲靖范王 怎么也无法由衷地高兴 因为他还在乎 世尊一行人的寒酸衣着 哎 这 你的徒弟 似乎个个都是身份高尚的婆罗门 可是很抱歉啊 个个看起来面容憔悴 一脸的贫相 还有呢 这衣服呢 也太寒酸了 我看呢 就让我送给你 还有你的徒弟 一些新的衣服穿吧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为你在林中建京社吧 我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是 对了父王 公主呢 耶稣陀罗 听到你要回来的消息很高兴 他就说 他身为妻妇 无脸见人 把自己啊 关在房间里 我看你就自己去见他吗 我知道了 不见罗师啊 你看怎么样啊 从我们高贵的世家族人中 选择一些精英 送去做太子的弟子 围绕在太子的身边 壮大他的声势 你认为怎么样啊 真是个好主意 那么明天我就去剃光头 准备服侍世尊 除了国王之外 世家族地位最高的就是我了 你愿意去啊 我现在呢 就去拜访每一个家庭 叫他们派一个年轻人出家 成为世尊的弟子 说得好啊 目见罗师只是太感谢了 晚霞照射着美丽的宫殿 世间与妻儿 耶稣陀罗 罗侯罗 相隔七年再会 耶稣陀罗 七年前我离开这个房间 离开了你跟罗侯罗两人 可是那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 我对你的爱一直不变 请你谅解 我认为不论有多令人心罪 男女之爱终究只是执着 只是迷惑 会带来忧愁跟悲伤 该舍的是执着 该取的是真道 该取的是永远不变的真道 如果可以的话 耶稣陀罗 请你也舍弃执着 跟我一起为了更大 更广阔的真道而活 你觉得好吗 怎么样 过来罗佛罗 你长大了 变得这么重 这边是宫廷外 睡在自己家中的幽玻璃 人类的一切痛苦 都源起于自己 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 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 解脱自己 我们才能得到永远不变的 心灵的平和 多么奥妙的话 对了 成为世尊的徒弟 就可以每天听到这种话了 对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我的身份这么低 他不可能生我当徒弟的 为什么我会生在这种身份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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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 油玻璃受到长老 木剑罗石的召唤 带着剃道出门了 有玻璃 有玻璃 这么慢才来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先剃掉我的头发和胡子 哦 除了我之外 还有他们也是 哦 大家都要剃啊 是啊 每一个都要剃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要和他们一块去当世尊的弟子 你知道了吗 哦 当世尊的弟子 世尊一行人 昨天晚上住在郊外的林子里 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今天过去 快点 不然天要黑了 是 这不是做梦吗 我要试试看 就是现在 要做 只要撑现在 不然 你在哭什么 跟我们离别有这么悲伤吗 那只是原因之一 大家都出家 走了 你天青我该靠什么生活呢 想到这里我就好悲伤 说的也是 大家听着 把身上的饰品留下来给他 出家的话 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用了 你可以全部拿走 这些东西都幽玻璃 有这么多了 你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怎么又哭了 这一次他是因为变成有钱人高兴的哭了 不是 拿下这些 等于我把各位丢弃的蜘蛛跟欲望拾起来一样 我的满老痛苦反而会增加 真会出难题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求求你们 做世尊也好 请在我一块去 以后我会再找机会 请世尊收我当徒弟的 好不好 求求你们吧 你想做世尊的弟子 求求你 我爹给我去找我 胡说什么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带的个个都是世家族 家世良好的英才 我爹就是要壮大世尊的城市 如果夹杂一个奴隶在内 你想想看 有无一地老鼠屎 换了一块粥 荒唐 出发吧 你就带着世皮快快回家吧 果然是不行 你 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难道就永远无法得救吗 不行 要放弃还太早 我还有最后一招 我何不干脆直接去向他请求 今年十年是 啊 师尊 师尊 你是 理法师优波里 我是加皮罗未成来的人 师尊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像我这么卑贱的人 真的不能成为你的弟子吗 师尊 你是想出家吗 是的 我想向您学习脱离痛苦与烦恼的方法 能不能告诉我 可是我的身份是守多罗 奴隶不能成为弟子 成为侍者 仆人也好啊 师尊 有玻璃啊 是 水可以止渴 那么有这个人喝了止渴 那个人喝了却不能止渴的事情吗 这是 火把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 有那边明亮这边黑暗的是吗 没有 我说的法 我说的法 有如水与火把 那是没有以身份来选择对象的 这么说 尤玻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弟子了 谢谢你 分配给你规定的夹杀 永远别忘了这份热诚的心理 要好好学习 请你自己 太子 我依照约定带了年轻人来了 你看看啊 这一下子 你的声势可就壮大不少了 哎呀 不过这野素实在不太好 我马上命令大家砍树建经社 木剑罗石 你叫我吗 现在我也算是你的弟子 被你知乎名字也没什么不对 你们穿的衣服 对学佛法的人来说太华丽了 请换上这边的衣服 这些衣服 你给我好一点的衣服吧 我也是啊 我也要 这时候世尊心想 先进的弟子们太傲慢了 于是 决定借幽玻璃 使世家族的公子们摆脱傲慢之心 弟子们啊 现在要举行入门仪式 你们就按照顺序 向众位师兄行礼吧 我把你ته终着 你会摆脱傲慢之心 那你带着谁 我给你带着手 那你带着偶像 在这边的衣服 我把你拍了 你把你拍到 我把你拍到了 我把你拍到 我拍到 我怕你拍到 我把你拍到 你不是幽玻璃吗 你在这干什么呢 幽玻璃比你们更早成为我的弟子 可是可是他是卑贱的守陀罗啊 世家长老的我 岂可像这种东西低头 岂有此理 低头还不够 必须像刚才对其他人那样屈膝礼拜 什么 就算杀了我也不做 为什么 身份之差 尊贵与卑贱 全是傲慢的人创造出来的 不过是梦醒着消失的幻影而已 万物因缘而起 因缘而灭 哪里有差别呢 人不因出生而尊贵 不因出生而卑贱 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 因行为而卑贱 你向幽玻璃屈膝行礼吧 可是他是奴隶啊 奴隶不正是你吗 我 你现在不正是傲慢与烦恼的奴隶呢 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可是只有他 只有幽玻璃 要是没有你我就不会在这丢脸了 这你太疼了 都是幽玻璃的错 都没有我的错了 还就忘了小子 够了 世尊 我果然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 对不起 尤玻璃 尤玻璃 你没有错 错的是世家族的人 错在你们的傲慢之心 明知是自己的错 你们还是无法改变行为 这就是傲慢的心 而这个傲慢的心 正是为世界产生更多差别的根源 而这个傲慢的心 正折磨着你们 正烦恼着你们 这个傲慢的心 这 世家族的人 现在马上丢弃傲慢之心 向幽玻璃行礼吧 这么说 刚才我的困惑痛苦 不是幽玻璃造成的 而是我那傲慢之心造成的 这并不是我说的法 而是万物所说最尊贵的法 原来如此 如果我能够舍弃傲慢之心 痛苦跟烦恼就会马上消失了 原来如此 十分之σα 十分之处 就是锁石 这个凿火 十分之处 找出了傲慢之心 谢谢你 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这时候 大地 山林 河海 都感动地看到了 天上传来布局的歌声 后来 由玻璃努力地修行 灭入了释迦十大地理之一 他遵守建律 被称为持继地理 另外 释迦族之中 也出现了如阿南 南陀 卢河罗等了不起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他的 无赞 粉 精 metros